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Grace 加拿大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议员要求国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深入研究联邦道德监督机构的一份报告 就在一天前 道德专员Mario Dion发现总理特鲁多 在处理SNC蓝万零事件时违反了利益冲突法 认为当时总理向时任总检察长Relson Rambo施加压力是不恰当的 保守党下院议员Peter Kent和新民主党下院议员Charlie 要求Mario Dion提供一份简报 并希望邀请特鲁多财政部长 Bill Moreno和Bill Moreno的前幕僚长 现任总理高级顾问Banchin等人参加会议 目前 两大反对党在委员会中有足够多的成员召开紧急会议 然而 在多数党政府执政的情况下 自由党在委员会中的席位最多 他们很可能会在10月21号大选前 消除反对党夸大蓝万灵事件的企图 特鲁多说 在周四早些时候 他不打算道歉 因为他在捍卫加拿大的工作社区和人民的福祉 今天上午在Fred Ritten举行的一次活动中 特鲁多重申 他接受Mario Dion在报告中的批评 并对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 他在一个简短的临时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不会为捍卫加拿大的工作而道歉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支持全国各地的加拿大人 社区 退休人员和家庭 这是我永远都会做的 我不同意道德专员的结论 但他是一名议会成员 他在履行他的职责 我完全接受他的报告 这意味着我将承担全部责任 前自由党内阁部长Anne McCullen在另一份报告中 建议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的工作结合起来 以确保政府再也不会陷入这种境地 特鲁多说 政府打算执行这一建议 更好的教育议员内阁部长和工作人员 如何与联邦总检察长进行合法有效的协商 特鲁多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前内阁成员Jordie Wilson Rainbow和Jan Philpitt都要求他道歉 但特鲁多明确表示他不会做出这样的道歉 道德专员Marie Dion得出结论认为 特鲁多试图影响Vilson Rainbow对SNC蓝万林的起诉 违反了加拿大法律 法律禁止公职人员利用其职位 试图影响一项涉及第三方利益的决定 Jan Philpitt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说 总理仍欠加拿大人一个道歉 要求总理道歉的理由不是他和Ramble受到不公平待遇 而是因为Marie Dion的主要结论 特鲁多违反了利益冲突法 Jan Philpitt今年早些时候辞去了内阁职务 以此来表示对Vilson Rainbow的声援 Philpitt说 我相信加拿大人民应该获得总理的一个道歉 加拿大的奶粉向来很受欢迎 不仅本地的宝妈们经常购买 还会被代购们销售到诸国 但是今天这条新闻恐怕要让国内外的人们心里一惊 加拿大竟然有两家沃尔玛出现了假奶粉 一批数量不明的婴儿配方奶粉 密封包装遭到了人为破坏 里面的奶粉被换成了不知道是什么的替代品 据报道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8月15号发布消费者警告 称位于阿尔伯塔省爱德蒙顿 Time Recway NW775号的沃尔玛超市里 销售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产品已被破坏 并且容器里的产品已被替换 但是CFIA没有说明被破坏奶粉的品牌和数量 也没有解释究竟被替换成了什么物质 只是表示替换产品没有任何疾病 同时爱德蒙顿警方表示 位于Cagory TR的一家沃尔玛中 也发现了有同样问题的奶粉 也就是说这批奶粉很有可能已经被分销到不同的店铺 范围相当广泛 上个月当地居民Emily在沃尔玛买了一盒亚培品牌的奶粉 结果打开盒子一看就觉得不对劲 一般来说奶粉都是非常白的颜色 但是新买的这一盒却偏棕色 仔细观察了一下Emily发现奶粉的密封包装是打开的状态 但是因为买的时候并没有注意 所以也记不得是不是后来自己将其打开的 Emily的第一反应就是奶粉可能变质了 小心翼翼先拿起来自己尝了一口 结果吓了一跳 因为这根本不是奶粉 而是被换成了面粉 她赶忙联系了CFIA的工作人员 随后在周一进行了相关检测 但最终并没有公布 Emily买到的奶粉是否和公告中的事件有关 CFIA认为 这批奶粉的问题不是出现在制造过程中 而是消费者退货的商品 很可能有人把真奶粉取出 再换上其他的东西 然后得到商家的退款 CFIA也提醒公众 在购买婴儿配方奶粉时 消费者一定要检查包装是否完好无损 如果发现任何有问题的产品 请立即联系当地执法机构或向CFIA报告 除了宝妈们 代购恐怕也要对自己的商品好好检查一下了 万一把被调包的货卖给了自己的客人 不仅毁了名声 以后可能也很难再建立信任了 目前沃尔玛已经对问题产品全部下架 加拿大公司也正在对涉事分店进行调查 亚培奶粉的生产商阿本也表示正在调查这起事件 并且提及产品质量和安全是公司一直以来的首要任务 他们甚至还特别设计了防篡改的密封包装 就是为了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所以顾客们也一定要在购买时多加注意 2012年一首《我的歌声》里 让大众第一次记住了屈婉婷 2015年和温哥华市长罗品信公开恋情 而让她第二次扬明海内外华人圈 收获事业和爱情的屈婉婷一时风光无限 当时屈婉婷31岁 而罗品信已有50岁 2015年1月 时任温哥华市长的罗品信 跟结婚30年的太太 刚刚离婚不到一年 就公开了和屈婉婷的恋情 不少人当时猜测屈婉婷是小三 2017年 两人三年的恋情结束 这则娱乐新闻还登上了新闻联播 然而第三次让她进入大众视野里的 竟是其母张明杰3.5亿元的巨额贪腐案 张明杰曾担任哈尔滨发改委副主任 两年前开庭审理后一直没有宣判 8月12号 该案再度在哈尔滨中级法院开庭 此间 检方去掉此前指控的贪污罪 将原有三项罪名变更为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 涉案金额近3.5亿元 作为歌手曲婉婷的母亲 张明杰案此前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张明杰在担任哈尔滨市道理区政府副局长期间 利用主管农村征地工作的职务之便 将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厂的土地估值10个亿 以6,160万元的底价转让给东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而随后张明杰又与东江农业的法人魏某合谋 虚构原种厂土地已经转移的事实 骗取征地款3.4985亿元人民币 这近3.5亿元有一部分是下岗工人的安置费 区母拒绝付给这些工人安置费 致使原本生活窘迫的工人雪上加霜 后来这些工人都冻病了 连看病的钱都没有 甚至有人在投诉无门后选择轻生 因此不少网友怒骂屈婉婷母女是吃了人血馒头 由于涉案金额巨大又拒不认罪 检方建议判死刑 在当时的庭审过程中 检方以张明杰犯罪金额特别巨大 及拒不认罪等为由 建议判处张明杰死刑 而辩方律师以证人和张明杰有利害关系 检方查案时出现不规范行为 应该启动非法证据 排除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界定模糊为由 认定张明杰无罪 该案在2016年7月20号庭审结束后 法院一直未做出宣判 2019年年初 就在大家快要淡忘这件事时 屈婉婷又一次在微博发声称 妈妈已被拘押4年多 依然没有判决结果心痛 引发网友铺天盖地的群潮 屈婉婷在16岁就被母亲送到加拿大读书 一年学费大概在15万元人民币左右 而那年屈婉婷母亲张明杰的工资 撑死也就1万元人民币 再加上屈婉婷爸爸只是园林局的一名美工师 在单位上班已经超过20年 收入也并不算高 所以网友们就纳闷 在一个家庭根本不富裕的情况下 到底是怎么能够做到 送自己女儿去国外上了学 甚至女儿还毫无压力地 在那里要什么买什么呢 虽然屈婉婷不止一次强调 那些学费是母亲向亲戚借的 自己省下来的 并且张明杰的律师宣东也声明 屈婉婷早年来留学时 并不被家人支持 母亲还一度切断她的经济来源 但是季范西的新衣季衣服 全球唯一签署自己名字的定制名贵吉他 最好的音乐器材 录音设备 各大品牌的包 特斯拉Model X坐驾 成名前就买了的 位于温哥华Olympic Village 均价5000万人民币一套的豪宅 这样的消费能力 怎么看都不像是出自于 父母省吃 俭用 到处借学费的留学生可以拥有的 目前案件预计开庭审理两天 检方追加起诉 张明杰共同社会9000多万元 又到了一年开学季 海外留学的小伙伴 纷纷收拾行李准备回学校 其中笔记本电脑 是我们学习和日常生活 都离不开的设备 但拥有下面这款 苹果笔记本电脑的小伙伴要注意了 该设备已被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列入了禁飞名单 其因是这款苹果电脑存在自然风险 奉劝各位 如果用的是这款苹果设备 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款设备已经出现了爆炸事件 一位名叫Steven Garnier的网友称 他的MacBook Pro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爆炸了 从他分享的图片可以看出 电脑的正面和反面都有严重的伤悔痕迹 这位网友称 电脑当时处于休眠状态 也没有连接充电器 但就这样无缘无故的爆炸了 幸好设备当时放在咖啡桌上 没有引起火灾 另一位网友White Panda也在推特上讲述 他的MacBook Pro冒烟爆炸的经历 当时他正将电脑放在腿上使用 突然发现电脑两边冒白烟 他赶紧将电脑丢到地板上 之后情况越来越严重 甚至开始燃烧 该事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前段时间 欧盟航空安全局 已经针对这款苹果设备发出过警告 航空公司要确保携带MacBook Pro的乘客 在飞行途中 设备处于关机状态 全程不允许使用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也在近日发布声明 要求航空公司禁止乘客携带 MacBook Pro笔记本登机 苹果的这款笔记本也成为继三星之后 第二个被禁止登机的电子产品 相比于之前三星的做法 苹果公司的处理要妥善得多 目前苹果公司已对这款电脑的电池 发布召回计划 并免费更换电池 拥有这款设备的小伙伴 可按以下方式查询资格 马上就要开学了 正在使用这款苹果笔记本的小伙伴 一定要注意 别因此影响成绩 种族歧视即使是在加拿大这样多元化的国家 也一直无处不在 近日加拿大就发生了一起恶性种族歧视事件 住在温哥华高桂林的南亚裔女子 收到一封恶意满满的种族歧视信件 让她滚回自己的国家 这封以黑SB开头的信件公然写道 在我们这片白人土地上的黑鬼们 滚出我们的国家 信件中不乏各种污秽词语 层出不穷的语法错误和低级的言论 让网友都不禁怀疑 这些种族主义者们是不是教育水平都不高 细思极恐的是 开头所提到的SB 就是这名女子的姓名缩写 也就是说 这封信是写信人有预谋 进行了精心调查过后 专门寄出的恐吓信 这名女子看完信后受到了惊吓 赶忙报了警 现在温哥华高桂林皇家骑警 已经开始对此案件展开调查 从寄信地址的邮编来看 这封信属于列治文YVR机场地区 一名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 他们非常重视这些罪行 并正在积极寻求调查途径 加拿大皇家骑警 尚未收到任何其他事件的报告 但任何由此调查信息的人 都可以拨打电话604-945-1550 联系警方 案件号为2019-24784 后来这对南亚裔夫妇的孩子 也将这封信分享到了Reddit上 引起了大家的强烈震惊和谴责 其实这种寄出匿名信件的 种族歧视案件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高桂林一位华人地产经纪 也曾收到过匿名来信 一个包容的国家 应该容纳多样的文化 而不是产生歧视以及憎恨 好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